我们请市长跟主席拍张照 右边看看左边再看看 两年多前还是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跟人称威京小省的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经罕见同台现身 像这样子公开的活动都会记录在案 但现在金花城设逼案再度被挖上台面 柯文哲就被昔日幕僚爆料 跟沈庆经不只公开见私下也常会面 偏偏相关记录资料 通通找不到 在办公室所谓的签公文 就是弹性时间 要见谁局处无法掌握 这张廉政登陆表 柯文哲也没填 离头这项请托官说 在市府公务员廉政规范就有提到 当事人或代表其利益者 就涉及机关业务决定执行与否 提出要求而导致违法或不当影响特定权力 单议会调查小组又指出包括二零二零年六月的专家学者会议 以及跟金华城的官司是否在七月打赢 明明有两大时间点能踩刹车 柯市府却让程序继续推进 当时的承办同仁 他也讲说站在他的立场 他当然觉得我们已经在进行行政诉讼了 为什么还要去研议 补救他们的措施 那这不是很荒谬吗 我们一方面基层同仁正在打仗 跟在行政诉讼说我们没有错 然后一方面辅级长官还接受人家的陈情 说怎么样给你们补救 当时的补救 恐怕也因为跟财团的关联 勾出一个大洞 环来新闻情绪水江若科台北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